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面的最后的 和 铅调整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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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呢我要来分享我这个圣诞妆容 圣诞节当然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开开心心的度过啦 所以你们记得要看下去哦 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啦 现在我们就要上粉底了 粉底呢我会用这个 Double Lasting from Eat Your House的 这个是一个气垫粉底 然后呢我在韩国的时候啊 我就看到很多韩国人的妆都很美很服帖 原来呢他们的秘诀就是这个气垫粉底 你看是这样的 轻轻按下去 然后 这个要涂抹均匀哦 我觉得只要用一次就够了 因为它还蛮多的 记得你的颈部也要 不要弄到它有色胎 好啦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要使用这个 Nature Repubic的 Consular遮瑕膏 遮瑕你的黑眼圈 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用这个 Consular遮瑕膏 Consular遮瑕膏 它也是比较偏粉红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有粉红气色的脸色 它是这样的 只要你放下去 Consular遮瑕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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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用这个绳色的来打我的鼻影 打出鼻子高高的样子 有没有高的 然后呢就是打出B shape的脸 虽然我的脸是很圆啦 像这样脸有比较小的啦 然后呢现在就要提亮 highlight highlight呢我会用这个 Misha的眼影盘 还有三种不同颜色 我会拿那个最浅的 第一个 涂抹在我的鼻竹这里 让它有亮亮的感觉 然后就是眼睛啊 然后呢因为这个是圣诞节的妆嘛 所以呢我会 画那个眼影比较 深一点 比较有颜色一点 所以我在Eat Your House看到这个 超可爱的对吧 这个是 Christmas Edition的 你看它的颜色超级漂亮 超级美 我会先用这个 第五个颜色 来向它的底色 看到吗 它就有红褐色的颜色 然后呢我会用第四个颜色 涂在眼影的尾巴那里 让它有比较亮的颜色 再放一片涂点 就这样 然后呢 我会涂这个比较浅一点的亮色 在眼睛中间 然后再用一个刷子推开它 它就会有亮亮的颜色了 当然最后我们把我们的眼头也提亮了 用最后一个 看到吗 具有亮亮的颜色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夹眼睫毛了 一样 从外夹到里面 我自己感觉它会比较翘 然后再用一个颜色 就要小心夹哦 不要夹到你的眼皮 好了 我已经夹了我的眼睫毛 然后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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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少不了的就是眼线笔的 这个我会用CLEO的 CHILL BLACK 用之前要摇一下它 在眼尾那里画一条 细细的就好了 就这样 不过可以呢 在下方的眼线里画 眼睛就会显得比较大厉害 就这样 大的眼睛也是一样 就这样 然后就是我会用这个CLEO的Color Brow Mascara 把我的眼眉毛涂成 跟我的头发颜色一样 就这样 当然少不了腮红啦 登登 这个是The Face Shop的Pastel Cushion Dasher 然后就这样 涂一点点 就好咯 气色就会变好 然后最后最后一个步骤 当然是 登登 口红啦 这个是Inisfree的 Christmas Edition Limited Edition的 Sparkling Glitter Tint 它很红 然后它有亮亮的粉 所以很适合圣诞中喔 试给大家看 最好是用棉花棒来把它推开 推磨均匀喔 好啦 我的圣诞妆容就好啦 然后现在我要换妆咯 噓 好啦我已经准备好过圣诞节了 你呢 还有最后一样就是 酱水 香香的过圣诞啦 如果你们喜欢看我的影片 记得分享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次见 还有还有打开小铃铛